世界领先的技术 高效极能的设备 使您的企业立于不败之地 专业的研发技术团队 科学的方案组合设计 让您的决策赢在基点 大成于未来 以诚信发展业务 以质量服务客户 根治无害怕处理 渐进绿色中国梦 收集的病死处勤尸体 由密闭冷藏车运输 进出处理厂前 经过最先进的喷零通道 进行消毒杀菌 工作人员进出生产前 需经员工消毒通道出入 密闭运输车将病死动物尸体 直接泄入提升机料道中 通过自动提升机进入原料舱 然后由原料舱内四轴味料系统 自动喂入下方的破碎机内 破碎成五厘米的小块 破碎后的所有物料 下行进入原料泵送系统 由活塞泵经密闭管道 自动打入画质机内 破碎后的物料 在画质罐内进行干化法处理 画质机采用双层罐体设计 罐内温度达到140至160摄氏度 5公斤压力 然后进入干燥阶段 干燥后的物料由自动出料口 出料进入下一工序 整个过程采用PLC智能控制系统 安全简便 从画质机出来的物料进入缓存舱 由螺旋输送进入加热搅拌罐 再次加热后进行压榨 压榨后的毛油通过导油槽 进入毛油加热搅拌罐 由导油泵迸送到离心机 进行二次处理 得到最终产品清油 然后经倒油泵 直接泵送入成品库 加热出油罐 压榨后的肉渣 进入转筒式风冷机 进行降温 由螺旋输送机输送到粉碎包装系统 自动进行粉碎 装袋 称重 打包 燃工麻垛后 由电动叉车送入成品库 病死动物尸体在无害化处理过程中 设备内部产生的臭气 由密闭管道统一收集 进入化学洗底塔进行喷离 消毒 再进入生物吸附池 进行二次处理 达标后排放 车间内空气中所含的臭气池 由消毒喷淋系统进行药物分解后 由负压系统统一收集 由离新风机送入生物吸附池 进行生物吸附处理 达标后排放 病死动物尸体在无害化处理过程中 有两种污水 冲洗车辆以及车间地面的污水 由地下管道统一收集 进入污水处理池 设备内部病死动物尸体 自身所含的水分 承助机械制造优先公司总经理 王产利 诚信赢得未来 品质铸造辉煌